下一節課啊 下一節課就是 如果 你要唸書就唸書 那不然的話 有一個很多年前畢業的學姐 那因為她最近剛好從美國回來 然後她物理系畢業的 然後現在 她選擇獎學金在美國唸書 然後所以說你要問她物理或 那個理工領域的事情 或者是國外 然後我們聊 我們每次聊都選的國外人好聊 那因為 因為她在我們辦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下一節課就是 如果你沒什麼特別的問題 不然就留在班上 還有問題的話可以到 公平一下這樣 因為機會難得就是 理工方面的 比較跟你們年齡相親可能 談的會比較有感覺 好 就這樣 嗯 推比例 來 免疫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之前 零八系統 算是還沒有完整談完的部分 先提一下 另外我們在談 零八系統的部分 就是會把他分成 分成 你 你 對 你 你 還 我們 不然 你 因為循環系統我們講說它應該分兩個部分來看 就是心血管的部分跟淋巴管線的這個部分 那其中淋巴管線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細分成初級淋巴構造跟次級淋巴構造 其中初級淋巴構造的定義主要是因為 這些部位呢 它跟那個白血球淋巴球的發育有關係 所以定義為是所有的初級淋巴器官或初級淋巴構造 那只有兩個地方所以還算單純 就是第一個是骨髓 那骨髓當然不只是初級淋巴構造了 它還是所有血球的共同來源對不對 所以骨髓裡面的那個多行性造血幹細胞 它可以分化出紅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 這是我們以前有提到過的 那因為白血球的種類很多 然後其中有一個類別就叫做淋巴球 因為它是那個淋巴管線上面的主要的血球 所以稱為叫淋巴球 那這個地方因為那個跟淋巴球有關 所以我們把它納入到淋巴構造裡面來討論 定義為是初級 那可是淋巴球的發育、分化 分化、成球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個類型它需要用到胸腺 就是淋巴球 所以當那個淋巴球還在未成熟的階段 如果現在它要轉換 就是分化變成是淋巴、淋巴球的話 那它需要從骨髓裡面轉移出來 進入到胸腺裡面 然後再透過胸腺裡面 分泌的這個細胞基礎的刺激 然後讓它真的往T細胞的方向去分化 OK 所以胸腺呢 就變成也參與那個T細胞的成熟過程 所以一樣列入初級淋巴器官 好 所以淋巴系統其他的部分呢 都可以算是刺激的 比如說以前有提過的淋巴結 然後比如說近似淋巴結的 像皮障這樣的構造 然後還有像那個黏墨 因為我們講那個第一道防線 那個皮墨、皮墨 皮主要是在講皮膚嘛 那墨主要是講黏墨組織 黏墨組織其實主要都是以刺激淋巴構造 跟這個地方在合作 好 那整個淋巴的管線呢 整個淋巴的管線 我們可以看 先看最簡單的圖 379頁這個地方 接下來下一頁 379頁上排的圖中間這一章 我們先看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淋巴的管線呢 它是在回收組織液的時候 然後主要用途嘛 就是我們講到它是體液循環裡面這個環節 當血將從微寫管裡面勝出 那我們要去回收組織液的時候 就需要用到淋巴管 那可是淋巴管它管的區域呢 有一個很明顯的區隔 你看呢379那個上排的中間那一張圖 就我們身體的右半邊 一直到那個橫格這個地方 大概是四分之一的左右的這個區塊呢 是歸右淋巴轉管管的 然後其他的四分之三的部分呢 是用左淋巴轉管管的 那左淋巴轉管 左淋巴轉管一般其實比較習慣稱為叫胸管 因為它有通過胸線 然後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叫胸管 所以淋巴管線當中最大型的管線呢 就是淋巴轉管 那最後兩條 左淋巴轉管跟右淋巴轉管 左淋巴轉管通常稱為叫胸管 那胸管管的範圍比較廣 涵蓋的那個橫格以下的那個腹腔啊 還有瑕疵這個部分 所以以前講那個跟消化系統配合 可以協助脂溶性養分運輸的 這條就是胸管這樣子 然後淋巴管線沒有直接接心臟 沒有直接接心臟 好所以這是區域上面的這個分配 然後再回到378頁這張比較詳細的圖 所以淋巴管線大致上遍布全身 然後它會去跟那個心血管呢 這個管線呢有一點瓶頸分布 然後通常呢 圍領管就是最小型的淋巴管 那它會在那個組織 那個組織圍血管這個附近出現 這樣方便呢它回收組織力 好 可是這種比較大型的管線 像378頁的左邊這張圖來看的話 比較大型的淋巴管線呢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稍微大一點的淋巴管線上 最後會出現淋巴結這個構造 淋巴結是管線上出現的顆粒性的構造 這個顆粒性的構造 在它的內部的結構上呢 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路徑 好 然後所以通常淋巴易進入淋巴結之後 它的流速會減緩 好 然後流速減緩的這個過程當中做什麼呢 你現在看那個378右下角放大的淋巴結放大的那個圖 它那個顏色比較淺的那個地方 它不是有標示嗎 這個地方會有比較多的防禦性的細胞有沒有 因為這邊會有那個橡皮細胞或者是巨石細胞 然後呢就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淋巴易路過淋巴結的時候 淋巴的流速變慢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這一些白血球有機會去做篩選 檢查一下確定沒有感染或入侵的這個病原體 會不會生物 好 所以要把我們形容淋巴結的功能很想過濾 可是它的過濾就是我們也講過了 它那個過濾叫生物性的過濾 不是那個物理性的過濾 物理性的過濾是說我那個網子有多多 網目有多小 所以比較大就會卡住 它不是用這種策略 然後它是用篩選的這個方式 所以一般來講淋巴結是執行 這個防禦的主要的場所 所以很重要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有一些跟免疫方面相關的反應 比如說發炎 那可能就會有腫脹的現象 所以特定的地方 如果發現淋巴結腫脹也許是有感染入侵 那因為它會減緩那個淋巴的流速 所以這種東西呢 雖然重要 可是不適合全身到處都發 這樣會讓這個淋巴液的流動效率變得很差 所以接下來是另外一個以前有背過的重點 就是整個淋巴結在我們身體內 分部比較密集的地方 從上到下 第一個從那個塞 就是你的下巴這邊 然後到頸部這邊 就是頭部淋巴液回流都要經過這個區域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關卡 就是回到心臟之前的關卡設在那個 塞下到脖子這個附近 那手臂這邊淋巴液回流呢 那個塞過濾的這個篩選的關卡 就設在哪裡 就在野下 因為一般來想包括動脈經脈 然後加上這種大型的淋巴管 通常是比較看到手臂下方進來的 不是靠外側的 下方這邊會比較多比較安全的 然後 所以夜下這個地方也有比較密集的這個淋巴結 然後另外就是消化系統 這個跟那個病蟲投入會算是有點關係 因為我們食物當中 常常還是會伴隨著很多的微生物進來 所以在這個消化系統這個附近 基本上也有比較密集的淋巴結 然後再來就是大腿內側 然後屬膝部 跨下這個附近的話 也有比較密集的淋巴結 代表腿部的淋巴一回流的時候呢 那我們把關卡設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淋巴結呢 基本上是執行防禦的主要場所 它就是刺激 這樣你看到 好 那一般淋巴的成分呢 這以前有提到 因為它是回收組織液來的 所以顯然的 有兩種血球它一定不會有 因為不太合理嘛 第一個就是紅血球 對不對 所以三類血球裡面紅血球 不會出現在淋巴裡面 然後那個血消化也不會 所以淋巴也沒有凝結的功能 那白血球的話 特定種類的白血球 我們可以透過轉移的方式 然後馬上轉移到那個淋巴裡面去 所以淋巴裡面只有特定種類的白血球 啊白血球到底有多少種 等一下會看得到 然後接下來麻煩的問題啦 因為它是 它那個圍鈴管 圍鈴管是淋巴液流動的起點 可是它是蠻管 所以接下來呢 這些液體開始往比較大的 淋巴管流動的過程當中呢 會面臨一個問題 它會比較欠缺動力的來源 所以淋巴管內液體的流動 跟靜脈很像 主要還是依賴那個肌肉的收縮 所帶來的這個擠壓的力量 所以它的流動效率 其實也是跟靜脈一樣 不是很好 然後所以呢 為了要防止那個 淋巴 它離心臟越來越遠 所以大型的淋巴管線內呢 一樣有半分 跟靜脈的構造很相似 就是我們的下腔靜脈 分下來的這些小型靜脈 基本上也是有這個靜脈半 來阻止那個逆流 那呼吸 呼吸的過程當中 會影響到這個淋巴管線內液體的流動 這在靜脈的地方以前也講過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可能 也許它的管壁的平滑 其實可以幫上一些脈 好 所以如果這樣大致上來看的話 379頁上面 所以整個淋巴系統的功能 因為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談的是防律 所以防律這個部分的話 它佔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然後再來體液循環 因為體液需要總量平衡 好 所以這個379的上牌 那個圖左邊 以前有已經有放過了 就是它是體液循環的重要的環節 沒有它阻止力的回收 可能會面臨一定的困難 然後再來因為那個胸線負責那個T細胞的分化 跟成熟還有篩選 所以這個地方它跟淋巴球 也就是說它跟蟹球的製造其實有關係 然後淋巴結跟那個篩選 然後這個破壞 或者是免疫反應的發生有關係 然後它跟消化系統的合作關係呢 有幫忙運送使用性能的分 好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胸線這個部分 胸線的位置在哪邊呢 因為這本圖大概都比較突光一點 胸線就掛在那個主動脈的旁邊 就是心臟一上去之後 那個主動脈的起點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胸線的位置 那它的構造成兩個單位 一般這個形容為叫兩頁 肺也是用這種單位 肺的話是左二右三 這個左邊兩頁 右邊三頁 好 那它是T細胞能夠發育成熟的場所 然後在構造上面來說的話呢 就是它能夠提供的資源 就是裡面的細胞呢 可以分泌特定的細胞激素 然後所以當這個原始的淋巴球 受到這些激素的刺激的時候 它會逐漸的分化 然後變成是成熟的淋巴球 然後可是其實胸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一般科普我們比較不講這一段 就是它還會做篩選 因為T細胞要能夠精準的認識看緣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當T細胞真的成熟了 不是成熟就放任它出去 事實上還要要求它的辯證能力不能出錯 所以T細胞成熟之後還有一段的篩選 品質合格的才會真的放它出去 品質不合格的基本上就會繼續留下來 好 另外有一個不幸的是 就是這個青少年時期應該算是胸線功能最佳事情 所以這個過了青少年之後 胸線呢就是會成為我們身體最早退化的器官 所以這大概是相對來講 是比較一個奇特的一個演化的結果 好 皮膽的部分 不知道還記不記得380驗這個地方 還記得皮膽嗎 皮膽你談心血管的部分 可以去談它有除血 就是看起來像除血的功能 然後其實它是要延緩血液的流動速度 然後去做什麼事情 它是要去篩選那個衰狼的紅血球 然後把血液的紅血球破壞掉 然後血紅素再有感染回收 好 所以因為血液進來到出去 它有被刻意延遲 所以那個血液流速變慢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有像在初心 但事實上是對它來說的話 它工作的方便是 這個時候它可以去檢查那個紅血球 到底需不需要做回收 那可是如果我們把皮膽剖開 它裡面的結果構造當中 會分成兩種顏色 一種就是比較紅的 紅質 那那個地方就是血管比較密集處 那另外一個是顏色比較淡的是白質 然後這地方是淋巴管比較密集的地方 那這些淋巴管現在比較密集的地方 也會有這些像B細胞或G4細胞 分佈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有一些入侵的話 那它路過皮膽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來執行那個防禦 所以雖然它的構造本身 並不算是淋巴結 但它做的事情還滿像淋巴結的 所以間具有那個心血管的功能 然後也有淋巴管線的這個功能 那至於第九點那個 黏膜相關組織的話 我們講說皮膜防禦裡面皮膚黏 那黏膜到底主要哪些地方有黏膜組織呢 就是三道 呼吸道 消化道 還有泌尿神之道 那這三道管線的表面會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它會跟皮膚來比的話 馬上會比皮膚少一個東西 就是角質層 這幾個位在我們身體內部的管線的表面 就不適合有角質層這種構造 那角質層基本上算是 防禦那個入侵微生物一個還滿好用的 這個分泌物 那現在沒有 沒有的話呢 所以要去防止病菌入侵 你就要靠一些構造的配合 或者是一些策略 然後所以我們講說像呼吸道 就很明顯 對不對 呼吸道可以過濾 從那個鼻腔開始 可能有黏液 或者是鼻毛 到的那個氣管支氣管這個地方 還有一些線毛的這個細胞 那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去阻止這些醫物的這個入侵 那這是構造變成的處理方式 可是真的如果有碰到一些比較強悍的 那難道只能用構造方面去處理嗎 沒有 你看380頁下面這個圖 其實粘末組織的附近呢 就會伴隨著有一些防禦性的細胞 那比如說它這個地方那個代號 代號寫一個這個的 這個就是巨式細胞 所以其實粘末組織所在的位置 這個地方它本身就有巨式細胞存在 然後當有入侵的病原體 要從這個地方入侵的時候 第一時間 其實你看上面的那個細胞 代表的是第一道防線嗎 皮末對不對 可是當病菌入侵的時候呢 下面的這些第二道防線的細胞 馬上就接手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可以看得出 我們以前有講過 第二道防線其實 可能它接觸病原體 發生作用的時間會有一點點順序 可能真的是一會先發生 然後二才發生 可是如果你從構造面來看的話 其實它們就在這個地方 接觸的時間也許有一點時間差 但重要的是它們其實是一個合作關係 這樣來看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所以如果粘末組織真的被突破的話 那這個底下的這些相關的防禦細胞 比如說巨式細胞 那可以接手這些清除的工作 那這樣的話 這個分配安排才會比較合理一點 好 那所以以前70克本裡面有這段 現在好像可能覺得太難就砍了 好 所以接下來 以前沒有談到比較詳細的部分 應該是接下來的這段了 就是那跟免疫跟防禦有關的細胞 到底有多少種類呢 那我們就看那個382頁上面那個圖 就是你 齊瓦 當多型性造血幹細胞 這種主要是負責造血球 所以以前好像有提到這個概念 不要想說幹細胞它就是萬能 嚴格來說真正 以我們現在的技術瓶頸來講 能力真的是比較是不受限制的幹細胞 恐怕只有那個受精卵 剛剛分裂早期的那一群細胞 這個能力真的是比較不受到限制 因為目前所看到的幹細胞研究裡面 就是隨著整個身體的構造的發展 越到後面出現的幹細胞的能力 是越來越受到限制 所以像造血幹細胞 這一種幹細胞它的能力就只需要造血球 你看它會那個你三頭出現的時候 那個組織可以做修補 所以那個時候的幹細胞 恐怕比如說在你皮膚上面出現的幹細胞 在能力上就支撐它能夠幫你去修復那個三頭的出現 你看所以越是身體成熟之後所形成的幹細胞 它所遺留下來的幹細胞 它能力恐怕是越來越差 但是目前這個技術面是這樣子的 電影上面你可能會看到那種有沒有 什麼隨便皮膚細胞拿出來 然後就可以弄一個複製的那種 也許以後我們可以做到這樣子 但目前來說技術面恐怕還是不行的 好 因為你現在要造血球 那造血球基本上要應付兩個地方的需求 一個是吸血管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淋巴管的部分 好 所以如果要造血液裡面需要的血球的話 第一個 假設你現在要造的是血小板 那血小板呢 血小板的前身 它曾經是一個細胞 叫做聚合細胞 好 就按照它那個圖的流程來看 那 它會先區分一下 我現在是要造的 先 姑且用這個字好了 就是它會先經歷一個不成熟的階段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會再決定下一步 因為血球的種類很多嘛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造的是 血小板的話 那這個原始的血球呢 會被引導分化變成是聚合細胞 然後聚合細胞它的整個成熟過程呢 它會不斷的產生那個凝血因子 因為血小板最重要的資源 就是它裡面的成分保留著 啟動凝血反應的那一些相關的成分 好 所以等到這些凝血因子做好之後 你看那個圖片上面 那個細胞裡面會出現一個一個的浴出囊泡 那浴出囊泡裡面基本上呢 就是保存的那個凝血因子 好 所以這個時候 然後等到聚合細胞成熟之後呢 它會進行割解 所以細胞解體之後 遺留下來的就是那個一顆一顆的 裡面包著凝血因子的血小板 所以為什麼講說血小板它不是細胞 你可以叫它是血球沒有問題 因為血球沒有影射到它一定要是細胞 那但是它就不是細胞 它雖然保留的一部分的細胞膜組成 它有磁雙層 然後包著那個特定的液體的成分 但它就不是細胞 但你可以稱呼它是血球 這倒是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是一個可能的分化的結果 所以血小板的前身確實是細胞 但它現在只是一個細胞的碎片 那至於血小板的形狀的話 比較有可能的形狀應該是球形 按照磁雙層的特性 按照那個比較小的體積的水 液體的狀態的話 從表面張力的觀點來看的話 球形的可能性應該會大於那個不規則狀 好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拿數量比較少 但是構造比較完整的 就是所謂的白血球 白血球當中的其中一個家族 叫做顆粒球 那為什麼叫顆粒球 你往左邊你看那幾個血球 它細胞質當中是不是有很多顆粒 你看就是它名稱的來源 雖然說顆粒是不是這一群的主要特色不是 但這一群就是被直接稱呼為叫顆粒球 那它總共分成三型 四中性球 四酸性球 數量 我按數量來看好了 數量最多的是四中性球 然後再來是四減性球 四酸性球 那這三種血球的外觀會非常像 所以如果你要去做區分的話 要用鑑定的方法 用藍色鑑定的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我們所稱的顆粒球裡面 大概主要的類別就是三種 四中四酸跟四減 好 所以這是白血球當中 三個加起來佔有的比例其實很高的 那另外其實有一個細胞也帶有顆粒的現象 但是呢 那個 它一般比較不會被稱為叫顆粒球 直接給它另外一個名稱 就是肥大細胞 給它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真的比較大顆 那可是這個細胞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通常它成熟之後 它沒有放在血液裡面 它會放在組織細胞之間 比如說我們皮下組織 你看啊 所以這個 這個細胞它是非循環性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白血球都放在循環式場裡面 好 然後接下來 下面不是還有一條路線 這路線就很重要的 這應該是你們應該一定要記得的 就是 還有一種白血球 它初步完成的時候呢 它的細胞核是 獨闊很單純的一顆球 就是比較完整 你看那個四中四酸跟四點 它那個細胞核好像經過扭曲 那這種白血球呢 它的細胞核就比較圓滑滑的 就叫做單核球 那單核球通常受到 單核球是它平常的時候 然後如果它受到刺激誘導的時候呢 它就會轉型 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那個第二道防線很重要的細胞 就是 巨屍細胞 所以巨屍細胞就是從單核球變化 不過它製造完成的時候是單核球 然後如果它開始工作的時候 它就轉變成為巨屍細胞 因為它那個時候開始變大 而且在做變形種運動 你看喔 所以 你可能會常常看到像這樣的字眼 什麼巨屍 然後單核 很多資料會直接這樣寫 因為它是一體兩邊的東西 就是靜止狀態 修止狀態 活化狀態 會這樣寫的是這個原因 那因為血液的部分 畢竟佔的比重相對是比較重 所以其實這邊都是血球 這裡就是血球 是不是全部的血球 不是 接下來 如果現在要應付有關於專醫性防禦的需求 多型性造血幹細胞還會再形成 我用這個詞 因為它是大學用書 那因為這個詞會比較白滑一點 你也比較好記 它會先形成原始淋巴球 然後原始淋巴球呢 大致上來說 有三個分化的方向 一個就是分化成T細胞 可是T細胞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家族 但是T細胞還記得聽單人 T細胞要成熟的時候 它從原始淋巴球的狀態 就要移轉出來進入胸前 那如果你現在製造的是B細胞 那就不用了 就直接留在那個骨髓裡面 它就可以一路發育到B細胞成熟 然後再拿出來用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NK號稱自然殺手細胞 大概名稱上最容易跟那個TC搞混的 因為TC有人把它翻譯叫做殺手T細胞 有些書是把它翻譯叫殺手T細胞 這邊如果叫做自然殺手T細胞 所以有些人會分不清主意 所以TC老實說 比較不容易誤解的是把它叫做 刀殺心T細胞 這個翻譯詞這樣子 那兩個的角色不太一樣 因為NK是執行第二刀防線非專一性的破壞 然後TC是第三刀防線專一性的破壞 好 那另外還有一群 你看它那個線條 這一隻細胞它是比較晚被發現的 因為一開始誤以為它是巨式細胞 後來發現不是 它跟巨式細胞的能力很像 也可以吞噬 但它在形狀上其實是有一些差別 速度細胞 我們最早出現速度這個名稱在哪裡 神經元 神經元 巨式細胞它在進行吞噬的時候 它會 細胞會變形 然後會形成位阻 然後會形成位阻 你就把那個速度細胞 因為一般在形容那個速度細胞 不管是真實用顯微鏡拍下來的照片 還是畫的 它都會把那個位阻呢 畫的稀稀長長 你會發現這個如果你不告訴你的話 你搞不好真的會誤以為它是什麼 神經元 多子它 誤以為是多子神經元 所以它那個你就把它的位阻想像 它是比較細長型的這樣子 那它有吞噬的功能 然後所以一開始是把它誤以為它是巨式細胞 然後後來現在應該確定就不是 所以是獨立出來的 可是它的發育 它的發育點點點 就是 怎麼演變過來了 這個可能還需要釐清一下 好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所以接下來哪一些是白血球 欸 少一個 紅血球 紅血球放上去 紅血球不見了 這裡 再加一個好了 因為它在這邊只是彈防禦 所以 紅血球的話也是從原始血球的演變過來的 可是它中間經歷一個階段 它的前一個階段是有細胞核 拿到成熟之後細胞核被分解掉 再這樣子 因為它現在彈防禦 所以紅血球把它拿掉 紅血球不見了 這樣不見了 所以把紅血球加進去 全部血球 全部倒起來 所以你看 三類血球裡面 血小板是碎片 對不對 假設你不去 硬要區分它裡面到底含的成分 一不一樣的話 它就是一個類別 那 紅血球也是單一 對不對 單一種形態 就是那個雙凹扁原 對不對 所以其他的 你看 從顆粒球 從單核球 從這個素毒細胞 NK B T 這幾個細胞的共同特色是 一 它們通通都有細胞了 二 通通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顏色 所以通通都是白血球 所以這樣就可以看得出來 白血球的數量 雖然 我們MN地方基本上只有 五千到一萬 對不對 但事實上以它的種類來說 就很雜 所以防禦這件事情是我們花了不少 新鮮 在營造這些不同防禦功能的這個細胞 好 這是白血球的麻煩 那其中 一般會特別稱為089的只有這兩個 特別會用089這個名字的 只有T跟C 那所以如果從現在看得知道 那089當然是屬於白血球家族的成員 這樣 這樣 不了了齁 好 如果回到高二的部分 彈08系統的話 它的顆粒球沒有分的這麼細 大概就是有特別去把趨勢細胞的角色點出來而已 對不對 那顆粒球好像印象中稍微提一下 這樣子而已 其他都沒有 那這再來就是089的T跟B這兩個類型 所以它等於是把你 把一個比較主要的類別讓你知道一下 那帶高三的差別就是這個 白血球的 不同白血球的功能基本上都要知道 好 所以這個就是免疫相關的細胞的問題 這邊 有沒有什麼 然後幫我更正一個文字 這樣會很容易誤解 381頁的第一點 089的部分 體細胞、B細胞還有自然殺手細胞 第三行 有一句話 最後面的地方 第三行那邊有一句 並無抗原受體 那個NK自然殺手細胞 也被稱為大顆粒089 所以有顆粒的特徵 或是只有顆粒球才有 那直接稱呼為顆粒球 其實主要就是事蹤事蹤跟事件 另外NK呢 因為它其實也含有顆粒 而且它是比較大的顆粒 所以就被稱為大顆粒089 有人這樣稱呼 幸好高中都直接把它叫做自然殺手細胞 然後後面那句話 並無抗原受體 然後你加一下 並無B及T細胞的抗原受體 並無B跟T細胞的抗原受體 好 有點簡化過程 會造成物件 好 看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接下來 好 鸡蛋糕 384頁這地方就開始來談人體的防禦、構造或者是作為 在84頁上面第一段這個地方 可以稍微給你一個概念 因為微生物它要求生存 那如果人體現在變成是 它要找到生存資源的對象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可能的入侵的管道 比如說那個口腔 這個是一個常見的入侵的管道 並從口入 呼吸道透過吸入性的 像那個流感病入 然後泌尿生殖道的感染裡面應該這裡也常聽到 這些具有黏膜組織的地方 其實真的有點困難 沒有那個角質層的這樣的一個方便好用的材料的時候 其實病菌它入侵相對真的會比較容易一些 那傷口當然是不得已 它變成就是我們身體的組織產生損傷 所以原來的保護功能可能就變差或不在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疏血 所以這些呢 病菌入侵的時候 因為你的管道可能有很多種對不對 所以對我們身體來講 到底有什麼樣的防禦的構造或者是策略 可以來做到防堵的這個工作 那一般我們現在看 防禦的層級呢 我們可以先粗略的把它分成 就是在我們身體的架構上 它本身就在 然後呢 它要對付的對象不是特定的病原體 而是你想要走這個管道 其實它就是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把這個層級的防禦呢 就列為是所謂的非專一性防禦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是集中火力 跟重複感染的問題 有一些病原體呢 我們今天會遇到一次 不代表下次不會再遇到 你看 所以如果每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們都只能龍頭的方式去對付它 跟可不可以用集中火力 而且是用專屬的方式去應付它 那這個免疫的防禦的強度是不同的 所以應該算是脊椎動物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就是我們呢 有一個後天形成的專一性防禦 然後因為非專一性防禦 通常是在我們身體的構造面當中 它本來就存在的 所以也有人把它稱為叫先天性的防禦 然後把那個你遇到才會發生的防禦的作為 就稱為叫後天性的 所以也有人是這樣子來分先天後天 然後所以在我們身體架構上面 你本身就可以直接執行的 比如說剛講的你的皮膚你的棉墨 所形成的這個防禦體系裡面 對不對 皮膚基本上從它的構造和特質 還有角質層這個防護層很好用 雖然角質層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 它是陸地生活的時候 防止水分善失 一個重要的保護層 可是也因為這個保護層做的還算不錯 所以一般的病菌要突破 其實算是難的 對不對 好 那就皮膚自己本身皮膚的功能 當然不是只有防止水分善失 因為它還會分泌油脂 還會排汗 對不對 好 所以那個 紫質皮質 紫質算不算養分算 但 當有一些化學物質是這樣子 一旦它存在的 其實呢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條件 喜歡的就會出現 不喜歡的就不會出現 OK 所以紫質這種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當養分來看 可是不是所有的微生物 都會喜歡我們皮膚表面的這種紫質 你看 所以你馬上就限制住 之後特定的微生物可能會出現 然後同樣的道理 皮膚在排汗的時候 對不對 排汗這個環節 它第一個會去討論的 當然是體溫的條件 但汗液的成分是來自於 那個組織液 對不對 所以組織液當中 你說水很多 OK 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水 對不對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招來了大量的病菌 顯然的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汗液當中 還溶解了特定的眼淚 對不對 然後呢 還穿渣了一些 比如說尿素 微氧 但是還是有 所以 一樣 成分確定之後 事實上它就會限制住 能夠喜歡或忍受這樣的環境的微生物 它當然就有可能會出現 當然也是要接觸 可是它同樣的也會限制住 有一些微生物 它就不喜歡這樣的環境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它好好的活下來 可能就會有點困 所以我們起碼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完美 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微生物存在的環境 那起碼你已經限制了那個應該有的這個範圍 那這個是皮膚的那個優勢 好 然後接下來 年末組織 那個末是指年末組織 所以因為年末組織的話 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三個主要有年末組織的地方 就是呼吸道 所以我們以前講呼吸道的時候 怎麼樣阻止那個一路深達到我們的肺這個地方 從鼻腔開始算對不對 鼻毛鼻腔的黏液對不對 然後那個氣管吃氣管的這個鮮毛細胞 有沒有剛剛講的 然後所以這是呼吸道的資源 那如果 如果討論到那個年末組織層下的那些防禦細胞 這時候就導第二道防線了 好 然後那個消化道 消化道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手上有很多的工具 比如說口腔裡面 我們最熟悉的是唾液電的 但是它口腔裡面還有一種叫熔菌 熔菌 你光這個名字就不會聽得出來 其實我們還是留了一招 就是說 萬一有一些病菌入侵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酵素破壞細菌 然後再來就是泌尿生殖道 這三道當中泌尿生殖道大概算是比較可憐的 可是資源最少 所以你看尿道感染一般來講 就是以尿道來說的話 尿道大概只剩下一個策略 就是尿道是比較塌陷的 它管境是比較窄的 它是利用這樣的策略 去盡量讓你病菌不要深入 對不對 可是尿道感染基本上就 比較容易發生的原因是 因為它剩下來就沒有太多的籌碼 所以萬一有一些病菌比較強勢 然後或者是污染比較嚴重 就是那個衛生條件沒做好的情況之下 那這時候感染發生的時候 似乎幾乎都要用藥物解決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 這是我們一般討論黏膜組織主要的地方 所以把這些當作是第一道微想 第一道微想如果被破壞之後呢 下一道要接手的就是一些破壞作用 所以包括像什麼 像吞噬 要開始做清楚了 但吞噬的同時呢 我們可能還要再有一個策略就是發炎 你要趕快讓那個白血球有機會到這個部位來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自然殺手細胞可能也會參與 因為這樣自然殺手細胞的破壞工作 也是屬於非專一性的 所以第二道防線幾乎都是比較屬於破壞的這個作為 或者是一些策略的問題 然後第三道防線呢 第三道防線就是專一性的免疫 專一性的免疫反應 這樣 OK了齁 所以這時候就要討論兩個反應問題 把這個解決掉 一個是以B細胞所形成的抗體免疫 或是以T細胞為主所執行的細胞免疫 這三道的防禦只有 只有它發生作用的時間的順序可能有時間差 但它作用的發生的開始幾乎快要同時 而且它們有存在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只是討論的方便我們這樣子來分 所以到時候還要再提醒你 也許它們不要以為防禦永遠都是一二三 不一定是這樣子 一二可以同時發生 對不對 二三常常是一起合作 OK 現在